大家好,祝大家新年快乐,恭喜发财,身体健康,在突年行好运 昨天我们看了COSMO的潜力分析股后 今天我们继续看另外一个突年潜力股,CITOS CITOS我看到在长期盘整后,目前已逐步突破了三角形的上沿线 有潜能摆脱盘整形态向上爆发 这个会不会形成另外一个标股呢? 而目前技术上怎么看呢?能否追尽吗? 好,今天我们来探讨分析一下 CITOS Digital Perhut,在这个主板的Digital Service 这个股我相信大家不会陌生吧 它周五起两分钱,不是很多 不过这个价位一块五毛二却是具有相当的意义 然后等下我们来分析看一下 这个是CITOS的远图,是整体图形 它在刚上市的时候成大起了一波 不过之后,经历了漫长的下跌 然后来到这里,开始逐步的横盘调整 而目前这个区间会有什么特点呢? 好,等下我们会把它放大来分析一下 在还没有分析之前,其实这个股我们也是有进行追踪 在12月16号的时候,我已经看到它目前成三角形的盘整形态 所以如果能突破这个三角形的下沿线 那么它有机会打开更高的空间 所以当时因为还没有突破 所以暂时动向不明 不过如果要投资的话 我是建议做中长期的投资准备啊 因为要等它突破了这个三角形的上沿线 才能看到焦明朗的趋势 然后在1月11号的时候 当时它已经开始了有突破 而我们也是有侦察到这个讯号 不过它要突破上去 才比较有看头 不要这样突破上去又跌回下来 好像在这里突破上去又跌回下来 不是很有利 它要明确的突破上去 那么才会看到焦明朗的上升趋势 它当时也是有成交量的配合啊 在这里我们也是有分析它的状况 不过这些有些地方屏蔽了 是我们的交易策略 在这里不方便公开啊 不管你要更深入的掌握 每个交易乐的潜能 十四股及市场机会 你可以花一点小钱 订阅我们的这个市场 实战技术分析 资讯服务 价钱也是大众化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我们Facebook那边了解详情 它的这个链接 我们将会放在下面的说明栏中 而我们也会在每个交易乐 侦查及分析当天市场的一些潜能股 来帮助大家更好的掌握 有爆发力的潜能十四股 希望可以为大家赚钱 好我们来看回CITOS的镜图 这个是经过放大的镜图 在这里是三角形的上沿线 然后在这里是它的下沿线 在这里它已经步的走出了这个下沿线 这个是好事 也就是它是向上突破的 在周五 它来到这个1块5毛1的这个区间 虽然收视是在1块5毛1 但是它还没有真正的突破上去 如果要突破它必须站上了1块5毛1的上方 也就是实体要站在上面 然后如果它可以突破的话 那么下一道的阻力将会是1块5毛8 不过如果它能突破这个1块5毛1 我觉得1块5毛8的阻力 不会阻拦它应该可以继续向上突破 因为这个是大三角形的调整形态 如果突破后它通常都有一波的上升波 而目前这个MACD在水上向上起 这个也是好事来的 如果它继续向上起 那么它的上升动力会逐步的加强 所以现在最重要的是 能不能突破这个1块5毛1 这个是相当关键的 如果突破过后 我觉得会继续打开更高的上升空间 但是要防范的是它不要跌回到这个 目前的止沉1.46也就是它突破了之后 不要再跌回来 如果又跌回来 那么就没有力了 那么可能又变成在这里盘整 所以突破过后 要继续向上突破 就不要再跌回下来 整体而言 跟中和的指标和它的形态 这个股我也是看好 如果它能继续上那么它就有机会成为一个标股 以上案例是仅供参考 没有买卖建议 如果你有意见 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我们的YouTube 或者Facebook page留言交流 和我们的频道是分享大马股票技术分析 交易策略探讨等 如果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帮忙like share 还有多多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还会分析更多的技术分析给大家参考 谢谢大家